第四部 上班好嗎 好累 好辛苦 可能這些上班的小習慣 可能讓你健康 The Smell 紅燈 我們上班族也是 平常不管是像 其實黑恩哥這樣 好像是出國去 可是其實也很辛苦 老師呢 老師妳從以前開始教書 我也覺得我一直都好累 都沒有停過 是啊 我今天我從上大學開始 沒有一天沒工作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上班族真的 老實說只要我工作壓力的時候 妳有什麼習慣 我有什麼習慣 晚睡的壞習慣 晚睡 夜毛子 還有 妳會不會邊上課邊吃檳榔 不會吧 妳吧 那是妳吧 我這會點蝦吃檳榔 妳自己一邊煮 不是以前還沒有中午就吃掉了嗎 吃檳榔 對啊 雖然我覺得老實說 哪有工作不辛苦的 可是妳不要慢慢的 把自己的健康都耗損 滑不來 對不對 所以今天要告訴大家 怎麼樣可以照顧好健康 可是工作也能夠有好處 有 歡迎四位來賓 首先第一位 上班族最愛的包養老師 誰 大家好 我是四位 花一個禮拜的時間 就可以改變妳上班的習慣 而且讓妳越上班越美麗喔 嗨 嗨 嗨 謝謝 接下來歡迎專業的醫藥技術 紅塑精 嗨 工作壓力大 但是健康也要顧我 小心慢性病 可能會悄悄找上你喔 嗨 謝謝 歡迎 接下來歡迎健身界的 喬治克魯尼潘若迪老師 大家好 不過兩技不建議 為什麼一回來大家都變胖了呢 為什麼會這樣子 為什麼呢 那就是因為潘老師不在 那我要告訴你 潘老師來了 好 好 接下來我們來歡迎 新男主廚小粉紅 Check out 來 剛剛找到健康的話 其實很簡單 只要當他們幸福的家庭主婦 在廚房裡 你就可以獲得很棒的 健康跟幸福 蔣偉文的幸福全家餐 第五本食譜出出了 謝謝 剛剛小粉紅這一講 懷念起的歷史王式 對啊 小粉紅那邊老粉紅 當時出第一本食譜 這是我第五本食譜的 當時封面就我一個人 現在變成三個人一家庭 真的耶 是我老婆跟我小朋友 你用美食書記錄很深 真的... 好可愛喔 看到小孩子一些成長 我很開心 因為前面就很多像 因為上班或者是小家庭 大家時間都很緊湊 所以這一本書 叫全家餐的意思 就是說以前都是 煮給小朋友吃一道 煮給老婆吃一道 自己再煮一道 我發現小朋友 他不喜歡吃你煮給他的 他喜歡吃大人的 對 所以我就想說 他看你吃什麼他想學 對 他想學 所以到最後我想 乾脆煮一餐 是很營養的 大人小孩都可以吃 我們也不要挑食 小朋友看到你不挑食 他也不會挑食 對 這是一個很好的教育 我家芬芬芬 我喜歡你的食譜 真的就是家常菜 對...一定要家常 要簡單 對啊 要簡單的 而且就是這一次 完全都... 因為小孩子 我的食譜最講就是不油炸 全面用煎的 然後裡面所有辣的食材 都改成 譬如說辣椒變成紅甜椒 然後辣味的麻婆豆腐 變成蠔油的味道 跟醬油的家常味道 家常 外做菜的男生是不是超加分 帥 而且你從單身一個人 變成是一家三口 馬上我老婆就第二個 小孩要出來 恭喜... 我們下一本書 就四個人在上面 應該不會是兩個配合 沒有 不會 太惡劣 不會這樣子 直接換來 剛剛亂講話 好 姜美人幸福全魚鴨餐 這個12月 對我們對我們美食的分享會 所以大家想來吃我做的菜的話 別忘記到日日幸福的這個FB去 看我們的日期好不好 好 各位大家出去都有 好 恭喜... 所以是可以試吃的嗎 試...可以... 你不會切很小塊的那種 不會... 其實我今天在現場 也會煮給大家吃 好 來 好 好 恭喜小粉紅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顆 各幾種狀況 我們上班族的一些壞習慣 第一個 你都怎麼上班呢 久坐不動缺乏運動 試試慢性病找上你 新陳代謝症候群 肥胖心血管疾病 光坐著就會這樣 真的 光坐著就會這樣 其實之前陸續一直有研究出現 大概這近五年 坐跟我們的健康的危害 其實一直有研究出來 比如說有一篇研究告訴你 其實如果你一天在上班時間 每天都坐三個小時 其實你那個心血管疾病 包括你的凝血 有沒有血栓的風險 就已經比別人高很多 然後如果你 有些上班族想說 你還好吧 心血管疾病 他們就發現 如果你連續這種工作型態 做十年 都是就是以做為主的工作型態 做十年 你大腸癌的幾率是別人的兩倍 兩倍 因為坐 兩倍 因為坐 就是你的上班型態 就是一直久坐著 然後如果你一天坐超過六個小時 女生早死的機會是一般人 比一般人多37% 男生比一般人多18% 所以你會死得比別人早 所以早死的癌症和心血管疾病都有 真的 我一個醫生朋友 每次都跟我們講說 大概都是在滿桌美食的餐桌聊天講的 他說坐越久死越快 對 醫生說 醫生說的 好可怕 以後飯局都不找他了 對 還是說吃完以後 大家自己平常是要早時間運動 真的 對不對 很嚴重的 久坐的話很容易發胖 如果我吃一些譬如說沙拉 或是水煮類的產品 是不是就是可以維持比較瘦的身材 他這個真的是方法之一 你不用說我一定要找個時間 什麼我一天要運動什麼 一定要到五分鐘 五分鐘 他說不用 他說你只要一天 維持你想得到的時候就開始走動 五分鐘也就夠 累積起來其實比那個 每天想著說我找時間去運動 50分鐘的人來效果好得多 所以你把握每個五分鐘 第二個剛才說那個蔬菜的部分 因為之前有一個健檢中心 他們分析他們的資訊發現 他們的裡面那種年輕型的 腸道息肉症患者 就是三種人 那個人通常有三種特徵 一 就是不喝水 二 就是蔬菜吃得少 三 幾乎都坐著不動 所以如果你這三個 你已經幾乎都坐著不動 另外兩個你一定要有 就是你要喝水跟吃蔬菜 所以你那個朋友做的是很對的 就是偶爾一起來走動 並讓自己喝個水 然後餐裡面多加一些蔬菜 其實這是對抗現在酒座的 新的高風險的很好的方法 對 因為其實酒座 你可能有些事情是不能避免的 比如說你可能就是一定要坐在那邊 我覺得你可以利用一些美容道具 或一些小的道具 來可以輔助你酒座的問題 我今天有帶來一個是這一個 這個叫做中空坐墊 它是真的是坐墊 然後它中間就可以有一個空洞 它可以緩衝一次的 沒有 這是新的 它可以緩衝 不過我介紹我朋友就是買這一個 它坐了之後 它會發現它有痔瘡的部分 再上看醫生之後 就慢慢的有變比較恢復了 除了酒座有產生這些問題 跟身體疾病之外 還有一點就是美來講 你會發生可能下半身會越來越胖 或是水腫等等的問題 而且你有時候坐久 你站起來腳都很麻有沒有 其實在上班族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可以選擇一些 比較簡單的工具 建議大家在上班的時候 千萬不要選那一種 擦起來會很黏的 因為你可能不好吸收等等 有些人可能會穿絲襪 所以這一條腿部的舒緩霜 是連穿絲襪都可以擦的 很特別對不對 會弄得活活 它會滲到絲襪裡面 直接擦絲襪 就是說你真的有穿絲襪 真的 它擠出來是這樣子 好漂亮 有一點凝膠狀的 很舒服 還冰冰涼涼的 而且很香 它很好吸收 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講到屁股會容易肥胖 對 所以你可以坐著 站起來的時候 你可以在你的屁股下面的微笑 線的正中用這個點 往上提 用輕輕按摩的方式 對 就是微笑線的下面這個點 輕輕往上提 這個地方是叫做沉浮穴的地方 就是讓你的屁股可能會垂下來 慢慢的往下掉的問題 或者是你的屁股外側 因為線老師很講究 對 它這邊都不會有印子 因為它都穿釘子 然後 不會有內褲印 然後屁股外側這個地方 有一個點 這個點外側有一個叫做 環跳穴的地方 你可以把你的拇指彎住 然後往下按 你會發現會很痠 尤其一些久坐的人 對 這個地方很痠 這個地方按下去會非常非常的痠 會很痠 對 那你可以讓你的整個 下半身循環一下 包括腿部 是一個很好的方式 對 OK 假聰明 像每天如果坐著不動的話 真的很容易變成一個中年大叔 像我有個朋友 就是在黑人哥很熟悉的 一間大公司上班 對 然後他們公司會有 定期的健康檢查 他人士都是大樓 在哪一間 應該他說不是富邦集團 對 因為富邦勇士 富邦勇士 然後他們還有簡易的運動中心 而且還會不定期的舉辦 那種家庭式的運動役 這麼好 對 然後像我朋友 他的直樹長官就希望 他們整組人 可以一個禮拜早一天一起運動 說是這樣可以增進彼此的人際關係 然後而且還增加團隊的凝聚力 而且可以讓身體更健康 對 結果他們真的整組人 就一個禮拜會挑一天去打網球 但是他們業績有沒有好不好 我就不知道了 不過倒是真的看我那個朋友 從一個鬆鬆垢垢中年男的 現在變成很精實的行業 現在越來越多的企業 都很鼓勵員工去運動 像我們TVBS也是 都有贊助我們員工去路跑 會補助你部分的路跑的費用 對 這個很棒 TVBS也是很鼓勵員工 對 不要吃肥 沒錯 不要這樣去運動 對 我們TVBS有新聞盃 籃球 新聞盃 所有的 這幾個攝影大哥 你知道TVBS 三立 FOX 未來 你看這一排過去的 八大 原明台 全部把它變成是 NBA的比賽 你知道嗎 真的 對啊 該不會哈孝遠也是偷參加了吧 這一屆沒有 因為拖慢整體速度 你會有身高 這看得很重 像TVBS 我今年本來要去打 還有時間沒辦法 可是這兩年 我只能就是幫他們做球衣 球衣就是提供他們贊助 所以你說以球會有 或以運動會有 是陷入一種時尚的風潮 對不對 對啊 而且就連戴生怡他也講過 就是你要晉身管理階層的話 你一定要修過你的運動學分 這個真的很重要 然後最近體育署也有推出一個 運動企業的認證的標章 剛才說政府要錯事 對 運動企業的認證標章 這個就是希望公司 都可以鼓勵員工盡量去運動 然後讓大家上班族 不會長久的都坐在辦公室裡面 不動這樣子 然後像我自己 就是長期使用滑鼠的話 我自己也會做一些 簡單的手腕運動 像第一個我會做 就是把你手掌往外伸展 然後可以這樣子壓 大概10到20秒鐘 對 就是往外壓 這是運動的時候很好的伸展 就是你用滑鼠的時候也可以 然後再往內 向內也是一樣這樣子壓 伸展到你的前臂的肌肉部分 對 也是10到20秒鐘 然後雙手這樣交替的做 然後還有一個 第二個運動就是 你可以雙手交叉 然後往上 向上伸展 這個非常舒服 然後也是做10到20秒鐘 就會讓你的用的滑鼠 或者是你的肩頸痠痛 就會有比較改善這樣子 那你講的跟體育鼠有什麼關係 這是我自己本身做的一些小朋友 對 我想提供給大家 想要一個高度的講這種 哪體育鼠 這個我覺得真的很好 對 就是做的大企業或比牌 不委會 哀運動企業 不委會要去做這個 對 可以上網去 對 這是一個榮譽標章 所以那是什麼 要去臉書看還是網站 網站上 餘書的網站 對 可以去申請 比較文書的 但是我是鼓勵大家 一天可以 就找一個小寒 把它扮掉就好 小寒 小寒 菜鳥 對 就可以鼓勵大家去運工 對 這個好 一般來講 久坐在辦公室 無非就是你的臀部 腰椎 對不對 你就說你的手背 又是開了也痠了 肩膀也痠了 好 我跟你講 行動不如馬上行動 我們可不可以先借前面四個人 這四位嗎 前面四個 對 一個人如果你自己在辦公室裡面 或是你在辦公室裡面 你可以做一些局部的伸展 就是你把手放在你的辦公桌上面 你做一些腰部的伸展 對不對 我壓在那個桌上 還有人做一次給他們看看 你看看那個臀部 大家都很漂亮 對 你看看 你看那個屁股漂亮 對 就是這樣 你可以盡量的伸展 OK 那你覺得很無聊 你會覺得說 為什麼一個人大聲 自己一個人在辦公室這樣 那你想兩個人有一點點 小小的互動 感覺好一點 你可以跟你的同事一起 女生也是這樣嗎 對 男生跟女生都這樣 女生也可以 男生都可以 你這樣互相拉著對方 好恐怖 老師你相信我 對 你就拉著對方 很輕鬆地往下蹲 坐下去 然後你的 No 老師你不要夾腳 開車 OK 開車 對 蹲下去的同時 把你屁股撅起來 對 身體往後會躺 把你的重心 平均分配在兩邊 不會放 對 好 這個時候你蹲下去的時候 你發現你的臀部是不是 你應該用力了 你的唇踏肌已經開始用力了 你的骨四頭肌 跟你的骨二頭肌 是你的屁股休息姿勢 是的 拉緊 這是一個正常的現象 所以有這種情況是正常的 對 蹲我下面 對 你蹲我下面這樣 好 沒關係 老師 我再給你一次機會 老師 關上來 好 你看我蹲下去的同時 這個時候你已經 有三個部位讓你運用到了 一個是你的唇踏肌 一個是你的骨四頭肌就是大腿 跟骨二頭肌是後面的那個大腿 你看 你說肩膀很痠對不對 平常肩膀很痠 來 手放一下 OK 重心放到兩邊 做一個伸展 腰部的伸展 這個時候真的假 然後我們上邊再來一次 對 這就是一個腰部的伸展 好 來 兩個同學試試看 兩個同學來試試看 來 對 蹲下去的同時 這個會累 對 這是會累 這個會累 所以你們兩個人 要蹲下去的同時 只要維持大概30秒的時間 就可以了 對 很好 放輕鬆 屁股捲起來 屁股捲起來 屁股站頭部再高一點 屁股捲起來 捲高 你不要怕 他不會放 他放就表示 很好 放鬆 來 Yumi 上頭 看著對方 對 要看著對方 真情形的對方 好 不可以站起來 這個時候不可以站起來 對 好 然後放掉一手 身體做一個伸展 慢慢的來 很好 對 Yumi 不要動 小黃 小黃 你看什麼 小黃 你不要動 好恐怖這樣 好 他不會放你的手 他不會放你的手 換手再來一次 你怎麼站起來 還沒有停 還沒有完 好 你覺得他會放手 那老師來好了 好不好 我試一下 好恐怖 看著老師 對 好 來 蹲下去 不要發抖 老師濕乃殺抖 稍手弄吃請面袋回家 好 手放 看著他 OK 眼睫毛 好燥 好燥 你是肩膀也是不會 放鬆 身體往後躺 有 往後躺 你不要再躺 身體軟 他身體軟對不對 怎麼辦 他身體軟 我發現他在抖 他在抖 肌力 當然這個部分 其實我跟你說 你現在是不是有感覺 對不對 李萱是不是也有感覺 有感覺對不對 好 來 我跟你一個小小的進階 就是讓你們之間 再有一個小小的互動 好 來 再來一下那個陳欣宇 還有一個進階 你看我蹲下去 好 蹲下去 一樣 我們兩個中心線是很平衡的 對 所以我這邊開始走 來 你進 我退 進 我退 對 我們一直都維持這樣子 對 好 然後你退 退很好 再走 女生你盡量往後躺 因為我不會讓你倒下去 因為我的中心也必須靠你 這個累 對 我們走兩趟就好 很好 對 就是這樣 核心也可以 對 如果你覺得 譬如說 如果你跟你辦公室的同事 是一個感情很好的朋友 男生 女生也好 你就可以很開心的這樣 蹲下去之後 然後做一個旋轉 好開心 是不是 好 來 小聰明 來 交給你了 來 你們兩個試試看 來 試一次 來 你們兩個也試一次 來試試看 轉圈 直接進階到轉圈 好 放鬆放鬆 對 先不要急 對 這個時候最害怕的一件事情就是 好 來 退 先退 好 退 對 反進 對 很好 直接轉圈了 對 好 然後再回去 有美 有美 不行了 已經沒力了是不是 有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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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美好奇怪 妳剛剛是邊走邊走 這是機力 真的機力太超差 我覺得這會增進辦公室的 那個氣氛 這就是會一個那種感覺 會一個讓大家覺得非常舒服的 是不是很舒服 真的 好不好 先這樣站好 等一下再教你更好玩的 我覺得我還是先從剛剛你先教的那個 比較簡單 比較簡單 拗一拗手腕對不對 好 剛剛是要運動 第二個是什麼呢 現在發現他們去調查外食的人口 發現外食的人口普遍有幾個問題 第一個他們是 天啊 究竟是什麼 讓人變得不聰明了呢 前一陣子的一個報導 哈佛大學的辯論先輸監獄 對 但好驚訝 就是因為最後總結 哈佛大學他說 他們太依賴 什麼事情他就是去找